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2019年的真实事件 楼主一行五人出差入住酒店 可最终只有四人平安归来 其间发生了一系列离奇事件 其诡异程度 让众多网友看完都后背发凉 时间回到2021年11月18日 楼主在某论坛平台分享 讲述了2019年在河南交座武志县出差遭遇的诡异经历 楼主阿峰 安徽合肥人 故事的女主人游米也是合肥人 毕业之后 楼主选择留在了江苏常州 这也是楼主的第一份正式工作 由于工作需要 楼主一行五人 四男一女 需要从江苏常州前往河南交座武志县出差 公司派他们来做场为期一周的角培市场资源整合活动 由于周六临时接到了下周需要做活动的通知 另外三男还在石家庄进行上一场活动的收尾 所以无法在周日到达 楼主便和这位女生周日前往了河南 准备做一下前妻工作上的对接 三月十七日 周日 上午 楼主和游米出发从南京飞往郑州 下车又转大巴到了目的地武志县 抵达之际 已是下午三四点的样子了 那边负责接待的是学校的负责人 客气地带楼主二人去了宾馆放行李 没一会儿就到了 楼主他们停在了一个钉字路口的左边 负责人下车的时候说了这么一段话 这个地方以前很热闹的 来来往往人车都很多 现在门口这里在修路 基本上也没什么人 楼主看到 车前的宾馆是一栋七层的独立建筑 门口还立着个滑表一样的建筑 旁边有雨在修路 沿街的饭店没几家开门 看着很是荒凉落寞 虽说是下午 太阳还没有落山 可此情此景加上门口的花表 让楼主不禁起了一种莫名的寒意 优秘看了楼主一眼 啥都没说 楼主对优秘很了解 于是小声地安慰她说 这里晚上一定很安静 最起码今天晚上可以睡个好觉了 优秘也没说啥 提着行李 两人就往大堂里走去 楼主的房间在三楼 优秘在四楼 电梯里优秘看着手机说 这个酒店看起来很诡异 如果房间是在走廊尽头的话 我是绝对不可能住的 楼主连忙劝慰说 没事了 你不要自己吓自己 可诡异的事情 才刚刚开始 出了电梯 楼主发现自己的房间 在右边的尽头 结合优秘刚才说的话 虽然感觉有点奇怪 但楼主还是打开了房门 行李刚刚放下来 就接到了优秘的电话 电话那头 优秘说 她的房间也在走廊的尽头 想要下来换一个房间 不过实在太饿了 二人商量了一下 决定先去吃点东西 回来的时候 直接在前台换房间 吃完饭去了项目地点 和几个负责人对接完 此时已经是晚上的十点多了 回酒店后 优秘叫上楼主上去 帮她拿行李 因为她不敢上去 楼主一个大男生 觉得举手之劳 便上去帮她取行李 到了房间 打开门的那一瞬间 楼主呆住了 映入眼帘的是一片 窗户玻璃映射的 LED深蓝色光 一股凉意 夹杂着寂静 扑面而来 漆黑的房间里 深蓝色的光 洒满了屋内 楼主虽说胆子不小 但在那一刻 楼主还是有一种 不可名状的恐惧 于是乎 匆匆地打开了灯 拿起行李 便下楼去 优秘的新房间 在楼主那层的中间 回房间后 打心里不信邪的 楼主想了又想 最终决定 不换房了 当天夜里 二人互道晚安之后 就休息了 然而这一晚 楼主睡得并不安稳 后半夜 大概凌晨三点多的时候 他被一阵阵的 异响吵醒 仔细听 是有人在窗户外面 敲碗的声音 时而三长三短 时而急促 楼主破口大骂 起床开了灯 上了个厕所 正准备开窗户 看看是什么情况 声音 已经消失不见了 楼主没放到心上 而且怕优密知道后 更是害怕 也就没和他说这件事 三月十八日 周一 今天一切正常 活动也按部就班的 在有序的展开 三位同事 也上午从石家庄赶来 中午吃过饭 他们已经到了 晚上到了宾馆 他们住在五楼 是一个 不在走廊尽头的三人间 在床上休息便客 五人里主要负责人老菜 招呼我们 过去开一个小会 优密是最后一个来的 她说 她还是觉得 这地方很是诡异 刚刚下楼去买烟 回来的时候 发现整栋楼 只有我们这一个房间 亮着灯 老菜听了之后也说 其实 刚刚来的时候 我心里也觉得毛毛的 但是现在出去 我们只能是自费主 先不谈钱的事 这边 人家热心地 帮我们开好了房间 今天我们三个才到 就突然说要换地 这多少有点不太尊重人 要换的话也行 咱明天想个借口 我们再换 今天晚上 大家就将就地注意修吧 大家听完都表示赞同 但这边开着会呢 走廊里 突然传来了 小孩子的嬉笑声 虽然只出现了 短短的两三秒左右 但这笑声 却像一道闪电 瞬间把楼主的行李房线 击破了 楼主喊上老菜 陪着自己下楼去拿行李 晚上说什么 都不会一个人住了 和他们挤一挤 睡一间房 到了房间 楼主说要先上个厕所 老菜便在沙发上坐下 房间是 规规矩矩正方形的布局 进门左手边是卫生间 正前方是窗户 窗户下面是一个沙发 床也靠着左边的墙放着 上厕所的时候 老菜用匆忙的声线和楼主说 阿峰你好了没 赶快收拾东西 我们换地方住 老菜 怎么开窍想通了 楼主也没多想 出来之后 收拾东西 就和他们一道 去了另一个酒店 新酒店很好 在县中心 条件各方面都挺好 从那地方出来后 大家才发现 这完完全全是来到了 另一个世界 天差地别 之前那地方 连个路灯都没有 黑灯瞎火的一片 现在是灯火通明 烟火人家 总共开了三个房间 从左往右 分别是两个双人间 和一个大床房 楼主和老菜 住在中间这个房间 另外两个男生 住左边的双人间 优米就住到了 右边的大床房 这一天 在慌慌忙忙中 过去了 三月十九日 周二 优米发烧了 早上起来 到达现场的时候 才发现 她没有过来 打电话过去之后 她告诉楼主 发烧了 在房间里休息 大家也没咋想 况且 她的此次任务 主要是前期的对接 现在已基本完成 就让她吃点药 在房间里 好好休息 晚上回去的时候 给她带了一点东西之后 大家也就睡觉了 今天 已是匆匆忙忙地过去了 三月二十日 周三 优米还在发烧 和老板通过电话之后 楼主决定放下手上的事 带她去医院看一看 到了医院 医生给她打了一针 退烧针后就回来了 下午 优米说好了不少 已经有食欲了 大家就让她 回长洲休息 这边不用她操心了 可是优米 却死活不愿意回去 就像 有人逼着她 留在这里一样 这点 让楼主他们 感觉很是奇怪 哪有人不想回家的呀 不过 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 大家也没说啥 晚上 四个男生吃了点饭 就回去休息了 三月二十一日 周四 今天开始 优米好像有点奇怪了 早上 她说烧退了 但是不想出门 就在房间里干坐着 楼主让她来这边 透透气走一走 她也没有回消息 只是说一句 现在没时间去 老蔡很诧异地问她 你在忙什么 她说 我在忙着和别人聊天 大家忙得也顾不上她 就随她去了 晚上的时候 她又开始发热了 这次 老蔡和楼主 带着她去了一趟医院 由于怕之前的医院 医术不清 特地去了 十公里外的 第一人民医院 一顿检查后 医生说 她这是水土不服 叫楼主带她回去 好好休息 楼主回头望着优米 看着她那空洞的眼神 有种恐怖 却又说不上来的感觉 今天 就这样结束了 三月二十二日 周五 今天 遵从医嘱 没有打扰她 留她在宾馆休息 但是 她从昨天下午开始 已经不愿意吃东西了 今天一天 也没有吃任何的东西 晚上回去的路上 给她买了一点吃的 让她多少吃点 三月二十三日 周六 今天在最忙的时候 活动进入了收尾的阶段 白天给她发信息 她也没回 下午回来一句 她又开始发烧了 反反复复 应该有四五天了吧 这几天 她基本上一直在发烧 但是鉴于太忙 晚上搂住他们回去的时候 另外两个同事 才把她送到了医院 医生检查之后 又说是水土不服 要回去好好休息 等下 大家已经觉得 事情有点不太正常了 同事说 她回来的时候 在车上自言自语 说着说着 会突然地笑一声 很是诡异 三月二十四日 周日 一周了 本来的准备 是今天晚上结束 明天早上走 但是这个地儿 太险 活动办得一塌糊涂不说 晚上回来的时候 大家坐的车 还被撞了 老蔡决定包车连夜地 赶到郑州 晚上在新正机场旁边住下 练习好车后 大家敲响了 优密的房门 告诉她 收拾东西 待会儿带着她 一起去郑州 她说好 半小时后 车到了 楼主他们下楼 等着优密 可她迟迟不下来 楼主和老蔡上去敲门 屋内传来了她的声音 我不去了 我明天自己去机场 实在拗不过她 加上大家也不想住在这儿 楼主他们便先走了 晚上给她买好了 从武志县到新正机场的 城际高铁票 发给她后 楼主就快到了郑州 三月二十五日 周一 一觉睡醒 到中午了 下午三点多的飞机 回到成州 楼主打电话给优密 无人接听 老蔡打电话 给了酒店的前台 你好 我们是昨天退房的那几个男生 我们还有一个女生 在三点六 现在联系不上她 你可以帮忙去看看她的情况吗 因为她生病了 我们怕她出什么问题 要是她有情况 麻烦和我们说一下 过了一会儿 电话来了 我们阿姨去看了 那边啥事都没有啊 里面女生 声音也挺洪亮的 听起来不想生病了 就是不愿意开门 话说到这儿 楼主突然联想到 今天醒了 不回消息 也不来机场 像是在刻意地躲避些什么 和她发了一段语音后 楼主他们就出发去机场了 因为大家都是成年人了 自己有自己的想法 期间 楼主也劝她回来 她也不愿意回 就只好把她的机票退了 让她回来的话 和楼主提前说 到时候再买 拖着疲惫的身子 落地南京 又转高铁回昌州 到家 已经是晚上的十点多了 洗完澡就睡觉了 而这天 又在疲惫中度过了 三月二十六日 周二 昨天晚上 不知道怎么回事 死活睡不着 六点钟不到 楼主就醒了 迷迷糊糊的 又睡着了 九点钟 楼主被老板的电话吵醒 还是迷迷糊糊的 接起了电话 电话那头 老板嘶吼着 质问楼主在哪 楼主说在家 现在在长州 随后 老板哭着告诉楼主 优秘死了 她死在了宾馆里 是因为房间昨天未续费 而客房服务员敲门 无人应答 开门后才发现的 楼主打了一个寒颤 也一下子痛哭了起来 连忙打电话给老蔡 老蔡提议 大家先到老板家 剩下的见面再说 接下来就是楼主一行人赶去了武志县 做笔录 也就是老板和她老公 及楼主他们四个人 到了那才得知 最后一条来自优秘的信息 是凌晨十二点 发给老板的一条语音 警察让老板 把她最后的语音 放出来听一下 老板放到耳边听了之后 吓得把手机 直接丢了出去 询问下得知 老板的女儿 刚刚才三岁 半夜 孩子看到了信息 语音不能放 转文字有失败 也就没有再问 准备早上起来再联系她 最后在大家的追问下 警察还是没有告诉 优秘的死因 只是说了 死因不明 关于老板 以及其他四个小伙伴的事情 主线到这里就结束了 而楼主的事情 还远没有结束 四月一日 周一 明天是头七 自优秘死后 楼主心里 是最难过的 整个公司 又属楼主和优秘的关系最好 两人又是老乡 自然就有一种 莫名的亲切感 想着想着 楼主又睡着了 她做了一个梦 一场大雾 笼罩着周围 楼主和优秘两人 坐着一辆 人力三轮车 这一车 不知道往哪里赶 像极了事发前几日 楼主和她一起 去武智的场景 没过多久 到了目的地 楼主下了车 雾也散了 天是黄色的 像山林大火映照出来的天空一样 但又像是黑的 因为没有太阳 仿佛这个天空 从来没有出现过太阳一样 楼主此刻分不清是白天 还是晚上 看着眼前的这个村子 没有高楼大厦 只有一间间屋顶 有瓦片的老宅 家家户户 没有刮灯笼 但是 每家每户 每个地方 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不知道光源在哪里 但 绝对不是太阳的光 楼主和优秘 进了一个 类似老车站风格的大厅 而墙面的上面 是白色 下部分 大概一米多高 刷的是绿色 墙壁像是 老医院通道的那种氛围 优密让楼主等她一下 说 马上就好 楼主答应了 整个大厅没有人 楼主眼见着 她走到里面的一个房间 过了好半天才出来 优密走过来 笑着和楼主说 阿峰 我走不了 我送你回去吧 你得回去了 楼主被这一番话 搞得一头污水 却发现 自己已经上了一辆 红色的人力三轮车 开进了一片 迷雾之中 恍惚间 啪的一下醒了 一身的冷汗 浑身湿透 打开手机一看 距离楼主上次看时间 才仅仅过去了 十分钟左右 可 楼主却感觉 做了一个漫长 而又遥远的梦 最起码一个小时 在那大厅 坐着的时间 也不止十分钟的时间 楼主开了灯 想着离别时 幽米那张笑脸 一夜未眠 早上 楼主打电话给妈妈 妈妈听完之后 决定来长州 陪楼主几天 后来 楼主去找了一个神婆 神婆说 楼主命应 养寿为尽 去了一趟丰都城 说她没能把楼主 一块带走 再后来 楼主就再也没有 做到过这个梦了 但是那个村子 那个永远笼罩在黑暗下的村子 楼主 却永生难忘 她至今也无法准确地描述出来那种感觉 那种 不知道光源在哪 却能清晰地看到每一处的那种感觉 也永远忘不了 那张僵硬道 扑向活人的笑脸 2021年 11月17日 周四 楼主又见到了老菜 两杯酒下肚 楼主借着酒镜 提起了那件事 再一次的复盘之后 楼主问老菜 为什么那天 你陪我下去拿行李 本来是准备上去 跟你们一块睡觉的 而你突然说 要换酒店呢 老菜 反问楼主 你 真的想知道 楼主说 嗯 老菜说 那晚 我坐在沙发上 左边的电视机 却映出了一张脸 楼主追问 谁的脸 老菜说 优秘的 故事到这儿 楼主在论坛上 陆续放出了 更多的佐证 和照片资料 比如 优秘家属工商 索赔判决的 法律文书 机票 高铁票等 帖子已经发出 引发网友热议 而楼主等人 也因为能陪伴优秘 就先行离开的事 遭到网报 到最后 不得不删帖 灵异说法的网友认为 这个地方 确实流传了些 邪乎的说法 而那晚 老菜看到电视机上 映出优秘的脸 也许 是优秘的生魂 她走前 生魂不稳 也有网友认为 酒店以前 是有关部门的接待酒店 后来慢慢的 县城有了更好的酒店 就换了 酒店交通便利 不算冷静 至于此前 优秘种种的怪异举动 可能是脑炎 后期合并感染了肺炎 而优秘去世前 给老板发的 诡异语音 可能就是最后的求救 但那时候的她 精神 已经不受控制了 从心理学上分析 楼主 是回忆项帖文 在复盘此前 种种的迹象 就会有倾向性 和选择性 而楼主 更倾向于灵异 主观上 就会陈述更多当时的 诡异 不合理之处 但倘若未发生 后面的悲剧 就会把这些归为 记忆偏差和错觉 现在看来 楼主为优秘的离世 感到惋惜和懊悔 也更想知道 在酒店最后几天的时间里 优秘的内心世界 究竟有多么的痛苦 和无助 本期结束 喜欢的小伙伴 欢迎订阅 留言和转发 如果你也有让你无法解释 甚至毛骨悚然的经历 欢迎投稿给贵叔 下期 不见 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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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